你可能不知道呀 中国今天仍然在接受来自联合国的发展援助 虽然相关金额已经远小于中国向联合国提供的发展资金 我们打开联合国驻华系统官网上面写着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于1979年成为中国的第一个发展合作伙伴 拉开了联合国系统对华援助的序幕 然而啊 联合国的人可能自己都未必记得 1979年并非联合国对华援助的起点 起点呢还要倒推31年 没错那是运输大队长长凯申阁下 尚未顿走台湾的1948年 然而当时正值国民党当局大发金颜券 全国上下经济体系一片混乱 联合国的人呢满怀信心跑到中国 然后被国民政府的贪官智慧迎头痛击 只能感慨啊当时社会运转逻辑的光怪陆离 不到一年时间就仓皇逃离中国 哈喽大家好 我是小Q 一支测纸序的up主 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一段显为人知的故事 1943年当时联合国呀尚未成立 来自同盟国阵营的44国代表在华盛顿签订条约 决定成立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 向受到战争灾害的国家的人民提供救济 注意啊这里的联合国指的实际上是同盟国 今天我们所说的联合国呢在1945年成立 1946年12月11日第一届联大通过第57号决议 成立联合国国际儿童急救金会 接管了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业务中 救济各国儿童和青年的部分 并且接收了来自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资产 这个联合国国际儿童急救金会呀 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前身 什么月捐五十岭纪念戒指啊 就是这个机构相当有钱 那么这个基金会呀 有一个管理机构叫执行委员会 也翻译成执行局 五常呢都在里面 其中啊中国甚至还在执行局下属的方案委员会里 这是专门负责审议各国援助计划的机构 国民党政府惊奇的发现啊 给欧洲各国进行战后赋而援助的工作 居然是在自己的案头上进行的 欧洲固然历经战乱 中国也惨遭日本侵略 援助呢不能光给欧洲人占了便宜 1948年1月 联合国代表何慈伯复华 国民政府的人呢拉着一顿猛聊 一个月后联合国经社理事会通过决议 在中国及远东的援助计划 意在拟定之中 同时啊又因为基金会囊中羞涩 长腰教皇大人 各国政府慷慨节囊 长大队长呢脑瓜子一转 如欲取之必先与之 我们先给基金会捐一笔钱 获得外交点数 再通过外交会议 把更多援助资金指向中国 岂不美哉 就在经社理事会决议通过后不到一周 国民政府火速成立了联合国劝慕儿童救济金中国委员会 由宋美林出任会长 积极响应联合国的凯捐一日口号 即民众有意者自愿捐出一天的工作收入 这个口号呢本身没毛病 但很快在执行过程中变成了摊派乐捐 国民政府要求各省政府限期上缴款项 以湖北省为例 国民政府呢要求湖北省提供60亿元法币 湖北省政府啊于是进一步摊派 例如武昌市一昌沙市 各承担10亿 大县2亿小县1亿 各市县呢又继续套娃 例如武昌市要求各知名工商团体捐款 不足之处再向普通商店付户劝募 为防止这些爱心人士啊不失大体 拒绝先爱心 还组织呢 劝募队啊分别前往劝募 一都县政府甚至挪用了 本该用于那一战的军事经费 勉强凑齐了上级要求 1948年3月9日 在各地政府疯狂劝募的时候 联合国儿机会执行局已经通过决议 拨款350万美元救济中国儿童 并派出代表团准备去和民国政府协商具体的分发事宜 结果呢团长在出发前不幸染病啊 执行局方面也认为救济方案模糊不清 比如啊苏联代表提出解放区也应该纳入援助范围 这一炒呢就是一个月 当时国民政府建议把上海 南京 天津 北平 青岛 广州 汉口 成都 徐州和开封这几个城市 作为供应点 苏联代表则认为啊 解放军控制的哈尔滨 吉林市和洛阳也应该有份 终于炒到了四月末 国民政府发现 不让步的话一分钱也拿不到手 于是同意第一批350万美元的援助 给解放区提供35万美元等值的救济物资 澳大利亚认为 这也太少了 要求拨款50万 苏联说50万也嫌少 给我加倍 最后啊 争执不下 采用澳大利亚代表的这种方案 并确认啊 后续援助呢 也要考虑人口比例 1948年5月21日 国民政府与联合国在南京签订协定 对华援助正式开始 在各受援城市 设立了儿童急救工作审议委员会 然而啊 各地方政府内部 对谁主持工作啊 又闹翻了天 以湖北省为例 国民政府社会部 湖北省社会处 与汉口市政府 展开了持续两个月的博弈过程 费尽心思呀 往新机构里塞人 想方设法呢 把分配物资的权利 揽到自己手里 最后搞到了1948年8月3日 汉口区儿童急救工作审议委员会 才终于成立 这也是我们本次视频的主角 根据国民政府的要求 审议委员会内需要有 热心儿童福利公正人士 及儿童福利 即医药卫生专家 二至四人担任委员 原定指向汉口市 及周边地区发放的救济 在各方的博弈下 被最终扩大为 汉口市 武昌市 汉阳县 及今天武汉市的大部分区域 因此呢 这些热心人士和专家 被确定为 湖北省社会处处长 汉口市参议会议长 武昌市参议会议长 汉阳县参议会议长四人 至于这四人对儿童福利事业 和医药卫生方面 具备多少知识 恐怕就只有天知道了 为什么这么多热心人士呢 因为委员会的工作 是设立和管理膳食供应站 和奶粉供应站 分别向符合条件的儿童 青少年孕妇其乳母 提供膳食和奶粉 国际儿童急救经会 负责向国民政府 提供奶粉 石米 牛油 鱼干油和维他命丸 由国民政府将物资 运制汉口 供委员会发放 国民政府社会部 下发采购经费给委员会 另其采购配套的 黄豆 猪肉 食盐和蔬菜 搭配石米和牛油 制作成膳食发放 可想而知 这里面有水有多足 在援助执行的最初阶段 国民政府社会部核定 汉口市受救济人数为四万人 其中婴儿七千两百人 儿童及少年两万五千六百人 孕妇及乳母七千两百人 当汉口市变成汉口区 救济范围扩大到整个武汉地区后 社会部却又致电委员会 将拨发汉口的膳食和奶粉 限定为膳食供应一万五千六百七十九人 奶粉供应三千七百零三人 救济人数应暂缓增加 那么此后自然是没有增加 而据委员会的估计 当时武汉地区需要救济的人数因为五万人 此外按照联合国国企儿童急救金会 与国民政府商定的供应标准 奶粉供应每人每周应为十一英两 这样六个月的消耗量为八万八千多磅 但是拨给汉口的奶粉 却只有六万两千九百六十磅 于是社会部要求委员会减量供应 直接违反了国民政府与急救金会的协定 然而即使是缩水的标准 委员会也无法在实践中全面执行 执行下去呢 基层的人再过一遍手 就不知道还能剩下多少了 当时委员会下手的业务组干事李天泽回忆说 救济范围是武汉地区 包括汉口 武昌 汉阳县 申请救济的单位又多 能批准的只限一些与教会有关系的单位 另外是和某参议员 政府官员 以及急救会工作人员中有关系的单位可获得批准 然而到了11月 原本作为香伯伯的供应站 却没有单位团体想接盘了 为啥呢 开办供应站的补助 本来以晶圆券的形式定额发放 而晶圆券的贬值速度是数日一贬 之前社会部定下的补助金额 早已不服实际开支 汉口江岸的天主堂所办教会小学开风气之先 率先放弃了好不容易争取到的膳食供应站名额 其他机构也有样学样纷纷让闲 由于各单位无法负担设立州站主食的成本 先是有五家膳食供应站被允许以发放大米的形式 向儿童提供救济 后来开设的十几家供应站也都据此为要求 纷纷改为发放食物 业务组干事李天则在回忆中认为 如果公开涉州站 每天会有很多儿童救食 不但要筹措燃料 添置吹饰用具 还要有吹饰人员和办事人员 更主要的是 发放救济物资 从中便于营私舞弊 涉州点则有水少 有麻烦 有没有油水可捞 本就是承接设立供应站的单位和团体考量的问题 这种局面 一直持续到武汉 和平解放也没有解决 救济标准的执行也大有问题 我们刚才说了 联合国发的救济物资里 有鱼干油和维他命丸 这两项入库后 基本没有发放 物资的采购 有金元券定额规定的采购限价 随着金元券日渐沦为废止 越到后面就越是啥也买不着了 一开始 由于肉类的价格实在超出采购限价 委员会用社会部下发的肉类采购费 采购了猪肉1500斤 牛肉3103.6斤 以及猪血7970斤 将其掩耳盗铃的都作为肉类 发放各站 11月10日之后设立的站点中 只要是发放大米等食物 让受救济人领回的站点 一律都没有配发蔬菜和肉类 1949年2月1日 由于物价狂涨 经费困难 使得委员会不得不停发肉类 2月19日干脆也停发了蔬菜和黄豆 依照委员会的规定 所有供应站点 只能供应受救济人每日一餐 这样偷工减料的救济 使得这一餐的营养也很难保证 联合国方面派出的代表范明德 虽然可以搁置委员会的决定并上报 但他本人没有人事决策权 结果就是只能干看着委员会 变成贪污腐败的大本营 连司机和杂役的招聘都要拿着各位政府官员的条子 在这个过程中 也涌现出一批援助鬼才 委员会总干事罗孟石 不仅负责发放工资 还熟知市场行情 在社会部汇拨的经费到达汉口后 他将工作人员的薪资 部分先兑换为黄金 等到金元券贬值的时候 再用部分黄金兑换出 与工作人员的薪资等额的金元券 剩下的黄金则进入他自己的腰包 前汉口市政府秘书 委员会总务组组长梁维志 利用自己的权势 公然在家里私藏和倒卖联合国的救济奶粉 从梁维志处收买奶粉的一位叫黄子峰的摊贩 忘了去掉奶粉包装上 国际儿童急救金会的标识 到了1949年1月5日 倒卖事件东窗事发 联合国区代表范明德等人 将其扭送汉口市警察局 结果不了了之 没有受到任何惩罚 范明德是个加拿大人 估计人都懵了 官贼一体 这还怎么搞 1949年的元月底 委员会通过东拼西凑 达到了其救济事业的顶峰 账面上的膳食供应人数 达到了15739人 奶粉供应人数3504人 基本上达到了社会部规定的救济人数 但1949年2月份的时候 委员会已经面临经费困难 1月20日 委员会尝试将一部分存留 汇念的煤炭变价出售 到了24日所得价款 及支用殆尽 2月7日 社会部汇播 儿童急救工作审议委员会 103万元经费 但到了2月19日 便已动之过半 尽管总干事罗孟师安抚的压称 本会系中央与地方 中国与联合国合办性质 情形特殊 工作应力求安定 不因时局影响 但是工作行将结束的药丸阴霾 已然笼罩着 儿童急救工作审议委员会 2月19日 委员会开会通过了若干措施 以尝试开源截流 由于煤炭可以用来变卖作为经费 儿童急救工作审议委员会 停止了膳食委托站的主食发放 一律改为转发食物 奶粉供应站和膳食供应站 均进行考核 撤销成绩不良的站点 减少部分站点的供应人数 配发给各站的蔬菜款 肉类款与黄豆均停止发放 每次配发给各站的供应量 也以一个月为限 面对着经费困难的情形 委员会甚至开始变卖锅碗瓢盆 反正不发粥了 主周的装周的都可以先卖了 委员会甚至拿范明德的名义 向白虫洗发电 恳请后者 拨发一次补助费 金元200万元 并配拨汽油50加仑 最后还拿到了50万金元 到4月份 山穷水尽 不仅员工工资都发不出来了 甚至连员工膳食费都用光了 连仓库里的食盐黄豆等物资 都开始变卖了 5月16日 武汉和平解放 汉口区儿童急救工作审议委员会的工作也随之结束 汉口区儿童急救工作审议委员会 从设立到工作结束只经历了短短的9个月时间 其所经办的儿童救济事业时间短 物资少 救济人数有限 尽管机构的物资供应和人事安排 均有联合国国际儿童急救金会的支持和监督 但其救济 成效 堪称平平 好好的国际援助 怎么最后搞成了一地鸡毛 实际上 这恐怕已经是国民政府的超水平发挥了 好歹是洋人搞出来的事 国民政府还是给予了一定的重视 联合国的区代表和国际人士在物资的处运分配 设立供应站点上都具有一定的话语权 国际儿童急救金会的救济物资 在处运等方面的费用 也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共同负担 较国内其他的救济活动而言 甚至享有一定的优待 但由于地方政府已在武汉区内开展救济活动多年 具有相应的专业人员 与背后庞大的社会网络 强龙不压地头蛇 所以最终委员会 还是只能用地方政府派来的人干事 实际上 这种现象 哪怕在今天也并没有绝技 尤其在非洲 面临军阀割据的混乱局面 援助的分发工作很成问题 之前的视频里 我们也曾经讲过一些案例 说回民国 由于地方政府话语权太大 官老爷又进一步扩展自己的社会网络 为自己的利益小集团谋取好处 委员会是一个中央与地方共建 湖北省政府与汉口市政府共同主持 国际人士参与和监督的官办救济机构 还有武昌汉口汉阳三地的参议会 在委员会内发挥影响力 派系众多 人员关系复杂 表面上看似乎能起到一定的相互制衡的作用 但在实际的政治运作中 多方人士的共同参与演变成了共同氛围 地方政府和地方民意机关 首先瓜分掉了儿童急救工作审议委员会的工作职位 干事 指导员 公益 司机 全都是关系户 社会部派员列席委员会进行监督 结果是负责监督的人也介绍熟人 进入儿童急救工作审议委员会工作 国际人士大主教安兰和徐赖德两人 曾先后担任委员会的副主席 按理说洋人总该清凉一些吧 这两人都是国际协计会的核心成员 结果呢 武汉三镇的国际协计会 独揽了1650个救济供应名额 遥遥领先于其他委托设立供应站的单位 你说这中间没有什么关系吧 好像也很难让人信服啊 在新中国成立以后 由于徐赖德管理下的育婴堂被发现 其收养的婴儿大量死亡 徐赖德主教被人民政府判处有期徒刑 驱逐出境 可见这到底还是所托非人类啊 地方政府把持和控制着委员会的人事和权利 却无法设定符合实际情形的救济目标 解决问题和编制预算 这是因为啊 中央政府掌握着目标设定权和经费播发权 在地方政府需要更多人手 更多经费来从事救济活动时 国民政府就祭出啊 编制规定的大旗 拒绝给予必要的支持 这里呢 首先是国民政府确实财政吃紧 有限的资金都被常凯深阁价呢 拿去在内战中微操去了 其次 国民政府也搞不清楚地方到底需要多少钱 金元圈的币值啊 一日数跌 中央已经丧失了对物价的控制能力 更搞不清楚地方行政到底需要多少钱的成本 地方 假如上报一个数字 国民政府就会琢磨 哎 你真的需要这么多钱吗 真的需要这么多人才能工作吗 该不会是你们想合伙吞我长下长的钱吧 由于地方的地头蛇们啊 确实他也想在里面多捞一笔 所以国民政府自然是能不给地方发钱 就不发钱 这样下去到最后啊 悲剧的是 下面的执行机构既无法正常开办再战主持的膳食供应站 也无法按照必要的标准 向受救济的儿童发放蔬菜和肉类 国民政府社会部对委员会最有效的控制手段 就是掌握着经费播发权 并以此控制着人员编制和机构规模 结果反而限制了地方的行动能力 令其不能正常履行必要的职责 没办法 一管就死 一放就乱 加上避制改革失败带来的财政崩溃 使得联合国国际儿童急救经费 与国民政府合作 在武汉举办的儿童救济 只能是表胡将补物 对于真正处于困恶之重的儿童来说 聊胜于无二义 言而总之 联合国对华援助史上的贪腐气吻 是我们得以一窥民国末年 光怪陆离的社会 也让我们知道 办好事很难 把好事办坏却很容易 今天的联合国发展体系 自然是有了长足的进步 反腐机制已经非常完善 但在实际执行的过程中 仍然会受制于受援国的混乱情况 我们在之前的视频里也有所探讨 最后感谢你看到这里 不知道这一期视频你是否喜欢 如果看的人多的话 我也考虑看一个历史系列的坑 如果你有什么想法或建议 也欢迎评论区留言 我是小Q 我们下期再见